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圣经加油站 今天的灵修进度是 铁萨罗尼加前书第二章 我所定的主题是 读一份的荣耀 我所选的经文是六到八节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教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也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需要赞美是一种好的品格吗 我有一个三岁的甘女儿 学会说话不久 就会常常跑来找我说 甘爹你看 言下之意就是要我赞美她 不但要赞美 还得要角度正确 有时候必须发现她的裙子很漂亮 有时候是手链 有些时候是玩具 还得看她是用什么方式得到的 比如说手链是她在君王之子努力得到的 就要夸奖她的努力 需要赞美似乎是人的天性 但保罗却说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耶稣在马太福音提到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向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 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神是公义的 既然一罪一罚 那自然是一功一赏 既然耶稣可以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路人也可以代替上帝来奖赏和赞美我们 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世上的赏赐了 就不能再重复领取永生的奖赏 所以我想保罗是非常有智慧的 他不求铁撒罗尼加众圣徒的尊荣 是因为他明白 连最小的孩子都知道的道理 讨要奖赏要找自己的爸爸 因为那不只是空泛的赞美 更会有实质的奖励 他要的是最爱的天父的奖赏 第二 我想他更是将众圣徒当成自己属灵的儿女 父母亲照顾儿女 有时看着他成长 成熟就已经很满足了 并不会隔三差五就一直要求孩子赞美自己 就是用自己的爱乌养孩子而不求回报 我们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不断的希望他们满足我们的要求 称赞鼓励我们 还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呢 我们是否会不断的和属灵的遮盖腰功 打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小时 但却鲜少在暗示中向神祷告超过二十分钟呢 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爱我们的天父 主我们说 主唯有定金在你的身上 主我们要的不是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 我们也要的不是众圣徒的尊荣 主我们要的唯有的是你要给我们的奖赏 主求你挪开我们的眼目 不去看这世上的一切 主乃是要定金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爪奔跑不是无定向的 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的 而是知道我们所要的是 那存在永恒当中的基业 帮助我们 主啊在做事的时候 我们忍住不要去邀功 主啊我们也不要去要求自己属灵的儿女 事事都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期待 主啊让我们知道 主唯有与你的心意相合 定金在你的身上才是真实的 感谢赞美耶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穷 Amen 请不吝点赞美耶稣基督的名穷 请不吝点赞美耶稣基督的名穷